土老师好 你好 那其实今天来到这里 是这样的 因为我 我是一名歌手 那我曾经就是 唱了一件旗的歌 出道 然后一路走过来 是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一直 在坚持自己的梦想 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都坚持了有12年 然后那我也有自己的歌曲 点击率超过百万 那曾经在非常大的舞台上面 有一万多粉丝 对 我在台上唱自己的歌 发行自己的专辑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因为我一直在沉浸 在自己在说话 我在看你有没有一个 就是进入职场的状态 我觉得你还是舞台上的感觉 对 我因为可能习惯了吧 就是因为我真的很 非常非常喜欢舞台 怎么就读到初中就没读了 呃 是这样 因为家里嘛 就比较穷 那我就从小的话 就喜欢于先骑 然后就喜欢听他的歌 刚开始 那是2004年 那我一直做服务员 做到2008年 最后就是喜欢唱歌 在哪儿唱 呃 在酒吧里面 你是那种很陶醉 下面掌声的人吗 对对 是的是的 因为我的声音 很多人都说向于先骑 那其实今天来的目的 我就是想唱一首歌 给大家听 我们这儿不招聘歌手 呃 助理也可以啊 你不唱歌了 我唱歌可以 我就是说一边做歌手 一边做助理啊 你的意思是说 一边跟着他们做助理 你第一边还在酒吧助唱 呃 没有 就是说假如说比如说 那些商业活动啊 都是可以参加的呀 我的意思是指 如果你今天找到一份 正式的助理工作的话 你除了业余 当成兴趣爱好唱一唱之外 你可能是没有太多的时间 放在唱歌上 呃 同意吗 我 接受吗 我就是喜欢唱歌 还有就是 那你就不要面试助理嘛 你就坚持你的唱歌 那我就是唱歌 对吧 对 现在收入怎么样 收入的话是 一万五至两万 一个月 对对 是的 有冷清的时候吗 呃 基本上都没有 你为什么要跑这儿来应聘 因为的话 因为我是 要唱你的歌不就是了吗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 有一个梦想 就是拍一部自己的微电影 还有就是拍一些那些胆视频 啊 那跟这 我们这舞台有啥关系 你也很知道就是说 不管是这一期还是往期 没有唱片公司的老板 是坐在这里招人的呀 对呀 他是想找一个合作 就是比如说 你们那个地方偶尔串的歌啊 MCN公司 要做网红打造的那种 可能我觉得你是比较合适的 对 因为我是个肚子健的 肚子健那儿 那我觉得我看到那个法国孟传 对 贺东东 我是关注他很久了 他说可以拍那个就是微电影啊 那个胆视频啊 所以我一直很关注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呢就是 你跟我们唱一首歌 然后我们就第一轮选择 然后我们就第一轮选择 好 那我来唱一首 余仙琦的《我是一只鱼》 可不可以不想你 我需要斟酌一下 七八九月的天气 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 需要你 我是一只鱼 水你的空气 是你小心眼和坏皮 其没有你 像你开碎的鱼 快要活不下去 不能在一起 游来游去 OK 谢谢 其实在《非你莫属》这舞台上 我们见到很多的歌手 那像陈虎呢 其实他今天在台上的表演 我们会觉得说 他唱功并不咋地 你可能在北京的酒吧 没唱过吧 就是第一次来北京 你可能在北京的酒吧唱 你唱不下去 就你的水平 说实在 唱得好的人太多了 我恕我直言 在北京的酒吧里面 很多人唱功非常好 你可能在一些二三线城市唱 可能还差不多 以我的能力 我相信会 只要去努力 那不管别人说什么 我相信只要在这条路上面 努力加油 我相信已经会成功 四十岁之后怎么办 四十后之后 那我因为喜欢音乐 我要一直追求下去 你会写歌吗 会写歌 除了会做词 会做曲吗 做曲的话 我学过一点点 但是我可以学 很多这些年来 一直在酒吧住上的歌手 要么会创作 要么乐器方面就很丰富 但是我们看来 其实你现在学人先棋 也只是学到一些口音 并没有学到真正的 像人先棋那种神心兼备 没有 这样的是没有出入的 而今天你到这来面试 我觉得你也是来碰碰韵 去露出镜 你并没有做好 进入职场的准备 从最开始上台到现在 你根本没有职场的 任何一丝气息 我感觉他今天来 其实还是想表达 他是一个歌手 他是来试一试的 他并没有真的 很有诚意地来找工作 这些年来一直在外面是吧 在外面漂泊对 父母呢 父母在家里面乌龙 你这上面写的母亲 是走的是吧 是这样的 因为有一次嘛 就是我刚好 在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 演出完 然后家里就打一个电话 给我说 小虎 你妈妈去世了 当时我的心一下 就伤心了 然后我就当时 我就跟我们老板请假 当时坐飞机就回去 看到我妈妈的那一刻 我就非常非常的伤心 然后我真的是在外面 一直在漂泊 就没有多少的时间 跟爸妈相聚 然后在这之后 我就是基本上每一个星期 都会打电话给我爸爸 所以你真的应该好好计划一下 将来的生活 将来还得靠自己 你不可能唱歌唱一辈子 其实我身边也有好多 类似他这样的人 其实也是后来到了四十多以后 特别地尴尬 就是他们都有梦想 而且都很简单单纯 但是就像图蕾老师说的一样 哪怕你学一些录音 或者说做曲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工种 或许你未来都可以解决 生活上的问题 但现在只是单单靠梦想的话 我觉得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 或者上海你选的 这两个城市都很难维持生计 我觉得郭兰都已经说得太轻了 他都未必是有梦想 如果他有梦想 他在音乐上应该有更多的造诣 他其实就是运气 在那几年模仿 模仿人嫌棋也好 模仿张学游也好 很多人这么慢慢就出来了 然后他就 其实就这么过了十年 说难听点 你今天来唱人嫌棋 算运气好的 是因为台上这一波吧 都是中年了 我们还听说过人嫌棋 台下估计很多人 都已经不知道人嫌棋了 你再学人嫌棋 学不下去了 我是觉得你们说的 都有点太软了 就是没天分 你知道音乐 音乐这个事也好做出来 我觉得最基础的是得有天分 我是课班学艺术出身的 我自己最近做次做曲曲的一首歌 我唱给你听两句好不好 好的 他是音乐学院毕业的 滴滴答答 钟声回响 水尽些失落在雨中路上 小女孩如此的悲伤 梦想与现实不一样 梦想与现实不一样 我的爱你在何方 灰姑娘不要 灰爱情迷茫 童话里鸟语花香 结束了那段悲伤 幸福会在身旁 爱情不是强扭的寡扬 不怕失去过往 缘分就在前方 在等待你可爱的灰姑娘 我有十年没唱歌了 今年绝对是因为我的事业 他们觉得我需要出一首歌 我就随便写了一首 我是随便写的 就想告诉你一下 程虎 在音乐这条路上走下去 特别特别的难 我是四年课班出身 然后我想跟你说什么呢 就是你是初中毕业 学历特别不占优势 而且在你刚才 所有的这个表现当中 大家没有看到你的学习力 而且你在舞台上 唱了一首非常老的歌 现在抖音上那么多火的 新的流行歌曲 你要抓现在的用户和流量 你想来法国梦泉拍位电影 其实你自己可以通过 现在互联网 这么多新的手段 可以吸引自己的粉丝 建立属于你自己的流量池和阵地 你去刷刷抖音 你去看看上面有一些 十七八的男孩女孩唱得多好 那我觉得我唱了这么多年歌 跑了那么多久吧 难道每个老板都是很瞎吗 难道耳朵都浓了吗 对不对 我不是说 我没有说尊不尊重她的意思 他们可能没有听到我唱别的歌 就是抖音的歌我也会唱 只是他们没有说听我唱 没有那个就是时间去听我唱 对 程虎他现在在音乐道路上走下去 的这种典型的状况 我相信大家都有过经验 就身边肯定有这样的人 或见过这样的人 然后以前我去各地去做分享的时候 会有学员站起来问我说 圆圆姐我现在有一个梦想 我将来想当演员 我将来想当歌手 我想当主持人 你支持不支持我 我就要坚持下去 我一定比所有人都拼 其实那时候你能够从台上看到 他没有那样的天分 但后来我转变了一下想法 难道所有的主持人都会做到 图了老师这种程度吗 难道所有的演员都要做到张子怡吗 实际上后来我发现 我周围有很多不成名的主持人 不成名的演员 他们在自己的那个舞台上 活得也挺好的 其实我们看到程虎他现在月收入是一万五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一万五代表着什么 在农村如果一个初中毕业的人出来务农的话 一年一个家庭的收入可能是一万五 其实我们并不是否认他的过去 我们当然是类似像他这样的选手 在未来当中 比如说他年龄 他现在已经三十六了 那等他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他已经目前的这个能力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已经不足以支撑 他往后走 能够赚到这么多钱 那他以后到底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来到舞台上 他是没有想清楚的 并且就没有准备好 其实杨诚虎 他就因为长得好 这太容易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那么多喜欢听他唱歌的人 真的是更多的迷醉在他歌里吗 还有他的形象 你也可以选择唱下去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之所以我们今天会说这么多 是因为你到了这儿 对对对 如果你不到这儿 你就在你那地方老老实实唱歌 没人会说你 你就是现在做两件事 第一件 做好面部保养 这很重要 第二件事 把兜里的钱攒紧一点 多存一点 好 以后你不学技术也没关系 你回到你的家乡开个小店 也可以再找一媳妇 好 好吧 第一轮选择去活力 第一轮选择去活力 第一轮选择去活力